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欢迎收听2023年十二星座流年运势 还有八卦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比 那有我在的地方的话呢 就有星座了 那今天呢 轮到了摩羯个人运势了 威文 你对摩羯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这样讲 会不会就是影射到老师你呢 不会 我很厉害把我自己抽离 因为我身边是没有摩羯的老师 是我第一个遇到的摩羯 是啊 对对对 听说摩羯就是很高的 然后就是很闷那种性格 但是也有好的部分啊 好的部分就是讲说他们有上进行啊 然后有比较理性一点在处理事情上面 这是我听来的 OK因为有很多人没有跟我近距离解除过 那你跟我相处过的这几个小时里面的话 你又觉得我这个人会不会很典型摩羯呢 至少 讲的这些刚刚就是高人啊 很闷啊什么 那都没有 都没有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Come on 那些讲摩羯不好玩的人 我只能讲说你还没有跟摩羯很好 但是摩羯的话呢 我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十二月 一种是一月的 我发现了我身边 所有一月份的摩羯 真的是冷到 你在吃着很冷的sushi 你还跟一个摩羯在一起的话 我跟你讲 冷到你好像在那个南极或北极这样 超冷的 你旁边只是没有一只这个 企鹅啊 或者是婆拉美 陪伴你 但是十二月的摩羯座 全部都好好笑哦 我身边的每一个十二月的摩羯座聚在一起 真的好像一个商场啊 吵到 真的人家讲说哎呦我没有政府了 这一群人吵到 我只能讲说摩羯是一个很闷骚的星座 他内心其实有很多他想要表现的东西 有很多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但由于他知道 如果他一旦花很多时间在人际啊 在娱乐或者是在一些有的没的这些社交啊 他的这些真正的工作啊 或者是他职场上的一些任务 反而没有办法专注做好 所以他就减少了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但是一旦他们放假 或者是你有机会跟摩羯去旅行看看 你就会觉得说鬼上神 好 除了这一个评价之外的话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摩羯座到底有什么优点啊或缺点 首先的话呢 摩羯真的是在职场上是教教者 好 你会看到很多摩羯在感情上的话 可能不是最厉害的 在朋友圈的话他也不是最厉害搞气氛的 在家人里面的话 他可能也不是最讨喜最甜的那个儿女 但是呢我发现到他们在工作上的话 真的你不能否定或者是不能不认同 摩羯座在他们的个人成绩上也好 或者是在功课上 全部都是属于那种优等生 我以前当我还是有去企业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最期待可以遇到摩羯座 结果呢我从来没有遇过摩羯座 然后我遇到的很多都是水瓶啦 射手啦 巨蟹啦 这几个是我常常遇到的 结果没有遇到摩羯 摩羯有的话也不是在我的部门的 所以我没有这个缘分 但是回归到我身边的朋友 我就发现到我找回摩羯 有一种在照镜子的感觉 很爽的啦 就好像你好像做什么事情 你问她的话就讲说 我也是刚好喜欢这个 真的不是做的 所以我每次遇到摩羯座 就跟我自己讲说 原来我也是有twins的 就是可以遇到一个 人家讲灵魂 伴侣类似这样啦 伴侣我们就看可能是友情上的伴侣 但是还有一点的话呢 摩羯真的是一个蛮好相处的星座宝宝 一来的话 他知道如果他否定你 你们就要花时间去磨合 所以他尽量去符合你 他去迎合你 这一点我也是觉得 我有这个习惯 就是青菜啦 青菜啦 我不要那么麻烦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你会看到摩羯 跟大家相处的话 他会给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东西 因为他是属于比较老灵魂的生物 对 所以很多摩羯 看起来比较老 是正常的 特别是上身星座 吊在了摩羯座的人 也会有老态 他们没有办法给人家 有一种就是很志气的感觉 很小朋友啊 那个幼稚的感觉 不可能 好 摩羯的话呢 在我心目中 虽然他不是排名 前三名最好的星座 但是我很爱我自己 然后我也很爱所有的摩羯座 刚才我不是说 狮子是我有史以来 没有超过家的星座吗 第二个星座的话呢 就是摩羯座 我真的没有跟他们 有任何的误会啊 你知道有时候 有一些误会真的是 你没有做什么东西 别人就是对你误解 可是摩羯狮子也不会 所以我爱死你们 所以摩羯座他们是 也是就是比较好相处的那种 就他们没有就是 其实你问我真的不会 因为我发现到摩羯 知道有些东西 他已经比你更早 已经规划好了 所以他已经预先 那个事情会发生 所以你就觉得 他好相处不是 他其实比你提前 已经做好功课了 比如啊 我们接下来的话 大家要出去玩嘛 他已经预设到 你们不会吃中餐 结果他提早吃了东西 才陪你们去玩 所以最后你们选了 西餐过后 他又觉得很好相处 他讲 不用紧张 选西餐也可以 但是他没有叫东西吃 你们也不会觉得 他难搞 其实他预先 做好这个功课了 最早做好功课的人 一定是摩羯座 所以这一点 他就是让你们觉得 简单很多 我可以讲 有摩羯在身边 真的好像有一个小兴档 就什么都 帮你预先好 是 他自己也会 把他自己照顾到 好好的 OK 这样优秀的星座的话 在2023年 究竟会有怎样的流年运势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摩羯啊 摩羯 你在2023年 你的赚钱机会 比一般人来得多 刚才有很多人 很好恋 对不对 他的桃花很多 他的健康很好 他的什么什么很多 我跟你讲 你的赚钱机会最多 所以你一个人的话 如果想要坚持 想要做两三份工作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2023年是你的机会 而且你的工作 非常的顺畅 因为我发现到 很多星星在天上 守护着他的工作运 所以他在职场上 一定是顺到 可以在你的职场上面 溜冰啊 因为很滑 很smooth OK 很顺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下 摩羯会有犯 什么样的小错误 我会觉得说 因为工作机会多了 当然摩羯 就是一个弹性的星座 因为他发现到 职场机会有十个 十个我都要做 可是人的 还是会有极限的 你还是有些东西 你是不能同一时间 拿完所有来做 在这方面的话 特别要留意 因为我发现 你们在职场上有成就 但是也毁在职场上 好 所以我们常常讲 问题也是在 那个成功的地方 去发现它 好 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你会被钱牵着走 当你知道2023年 你一直赚钱 你就会觉得说 哇赚钱赚钱 然后你就盲目的 被钱牵着鼻子走 所以很多违背良心 或者是觉得 不道德的东西的话 就尽量不要去挑战 好 我希望你是做回一些 比较正常 或者是正规的东西 好 然后 还有 2023年 摩羯座 学生啊 在选科系的话 会有一种 很乱来的感觉 因为过分自信嘛 就会乱乱选科系 讲这个科系还不错 所以我也讲了 2023年的摩羯座 有一点冒险 在这一方面 然后在找工作方面的话呢 也是会有冒险 所以有时候 我看到工作跟学业 是很一样的 都是需要冒险 但是那个冒险的话 你一定要有做功课 你不能就是 盖着一只眼睛 然后随便选 这个真的是 会影响你未来的 好 再来的话呢 我看到摩羯 会很喜欢一些 心灵的东西 跟心灵相关的 比如说 占星学就是习中之一 再来的话呢 可能就是 身心灵的东西 比如说 瑜伽 还有chakra 这种东西 你们好像很有兴趣 你很想去了解 内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就会有一种 陷入里面 然后拔不出来的感觉 因为海王星 会让你在这一方面 燃起你的兴趣 就是会开始接触 这种神秘学的东西 然后宇宙的秘密 宇宙的暗示 你们会很喜欢你 摩羯 2023年的话 谈恋爱 尽量不要跟熟悉的人 就是身边的人吗 就尽量啦 我知道爱情 那爱苗一出来的话 你很难控制的啦 但是尽量不要跟熟悉的人 因为我怕你梦醒来过后 你有一点尴尬 因为2023年的摩羯 可能会有一种 哇你跟我相处这么多年了 好像五年六年 你突然间对我好 我又觉得是 哎呀有一种动心 结果等一下梦醒起来 就会觉得很尴尬了 到底要不要做回朋友 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尽量就避免啦 然后再来的话呢 摩羯 2023年很容易怀孕 女生 男生也不能怀孕 你可爱 这个不可以剪掉 这个要放进去 OK 总之就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跟你的伴侣都很容易有 小宝贝的 OK 然后2023年 你的幸运颜色是黄色 黄色好像很难carry 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话 你们2023年的贵人星座 是天平 水平 狮子跟白羊啦 所以2023年摩羯座加油咯 然后下一期我们会有水平座 记得留守我们的平台 我们到时候见 拜拜 拜拜